嗨,大家好,我是趙勇 今天這一期要來跟各位談談 我們在這個買了蘋果電腦之後 有需求裝這個Windows系統的時候 變成雙系統 那現在因為都是新的機子 都是M系列晶片組的 也就是ARM、ARM架構、X64的架構了 那到底舊的Windows 譬如說是X86或者32位元的 或者是X64到底能不能在這個 現在的蘋果電腦的虛擬機上面執行 接下來我們就上機實際來看看 首先第一步你一定要安裝這個 ARM版本的Windows作業系統 才可以順利的在這個Mac 現在M系列的晶片組上面運行 那除此之外 你要運行這個X86或X64的版本 你也要依序安裝這個 它相對應的這些 譬如說這個執行階段的這些函數庫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一步我們就要先安裝這個對應版本的 譬如說我們畫面上看到 現在的這個X64版本的 執行環境的函數庫或者是X86的 就看你的應用程式是 舊的32位元 那就X86的 比較新的就是X64的版本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開機可以實際上 看到畫面開機之後 在虛擬機開機之後 那這是我自己寫的一個 32位元Windows的一個 應用程式 這也是一個會計軟體 記帳的會計軟體 那你看現在可以順利的在畫面上可以執行 一切運作都沒有問題 那看起來也沒有比實機的操作慢很多 那可是我們各位要記住的一點是 畢竟它是執行在這個虛擬機上面 也就是說執行在 模擬執行在這個MacOS上面 所以速度上還是會有差異 那前提的條件就是 就是這個MacOS的系統上面 也有這個模擬 Intel的X86、X64的這個 這個轉譯的這個環境 所以它才能夠順利的執行 那結論就是 是可以的 只是可能需要安裝相對應的這些函數庫 好今天就說到這邊 記得訂閱喔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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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